近日,中美关系愈发紧张 接连几件事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 中国将出台港区国安法 美商务部实体清单 新增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 孟晚舟为获释 美国多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其中有两件事 拿来对比这看颇令人玩味 在中国两会提出将审议出台港区国安法后 港独分子和他们的西方组织纷纷坐不住了 毫不遮掩地勾连起来 企图给我国政府制造压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1日称 中国落在香港推行国安法 美国将做出强烈的回应 5月23日包括17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 全球近200名政客 谴责中国在香港国安立法 称北京提出的法案是对香港自治 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攻击 5月24日坐卧不安的李志英 意图申请离港被法院拒绝后 在苹果日报发起主题为 一人一信求救香港 向特朗普发信 防港版国安法的网上联署活动 在推特脸书及白宫联署上造势 幻想着美国爸爸能够挽救一下 5月25日 港独黄之芬给华盛顿邮报投稿 呼吁美国政府实施所谓的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中国实行制裁 并通过脸书煽动约游再来一次反送中 号称要搞全民战阶 5月26日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获利 和黄之芬罗冠冲等乱干分子 进行视频会议 就当前的香港形势和如何的反对国安法 做了讨论 5月27日 在如此大背景下 一批香港约游终于远杀街头 声称要大三把 打爆十八区 幻图通过上街制造烧乱 给中央政府制造压力 收回制定港区国安法的决定 在乱港分子的嘴中及笔下 香港的高度制止积极可危 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 无由齐心协力才能够绝境焚身 而且闹得越大 来自国际的支持就越强 只是这次迎接他们的是 严正以待的香港警队 约游们早早的高调的在网络发声 号称5月27日 要围欧中联办至26日晚 香港警队就在立法会中联办等部队 水炮车装甲车到位 开启了守株待兔模式 一看这架势 上去就是顺人头 约游果断的专场 只是伊朗未改变团灭的结局 5月27日下午 部分的约游在中皇非法的聚集闹市 上演着装修店铺 堵路等戏码 结果刚刚开闹 就被警方来了一个一锅端 约游180人 设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被罪 本来约游打算玩个多点开花 结果又变成了多点被抓 下午二十去 在万角同样有人站到马路上 占据多条行车线 后将垃圾放在马路中心 导致经过的汽车被迫停下 造成路面晕堵 警方再三警告要求约游立即上去 活着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但人有人不听劝住 于是又有近60名的约游被捕 相比大部队 小谷的上兵更是没活路 类似这样的剧情 在全港所有的地区上演 约游所谓的打爆18区 真的是成为了现实 只不过被打爆的是他们自己 据媒体报道 5月27日香港警队 共逮捕390余人 经过此役 约游海敢当警队吃干饭的吗 让我们把视角转到地球的另一端 5月25日 美国白人警察的惊天遗柜 让美国有色人种 站了起来 这个当今全球中和实力最强的国家 这个自我标榜 人权民族的国家 这个动辄就对其他国家 知识点点 乐中管别人闲事的国家 骨子里的种族歧视 却始终不曾改变 奥巴马 勒布朗 詹姆斯 麦克尔 乔丹 还有许多普通的美国公民 纷纷地站出来指着 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种种不利举戳 自己和亲人 长期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 让无数的美国有色人种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弄火 自发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从迷尼苏达州的暴乱到华盛顿宣布宵禁 从特朗普大厦门口的示威者到约翰 这场因警察暴力执法引起的革命运动 正以惺惺之火之势 遥过了美国的每一寸土地 在黑夜中 自由的枪声响彻晕消 没有什么是开枪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 那就再开一枪 面对激愤的民众 特朗普一边躲进白宫的秘密地下掩体 当地保男孩 一边继续地发推称 要用罪恶的狗和最生狠的武器 对付翻越白宫围栏的人 那些追求自由民族的人 只能够喊着罪业的口号 遭罪毒的党 美国的动乱能在发酵 横向比较香港和美国的现状 我想强调三点 一 无论是中国香港或者美国 这些打砸抢烧的行为 无疑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不可容忍 看看那些在暴乱中 惨招装修蓝潮的商铺 看看那些被毁坏的公共财物 最终伤害的都是抵成百姓的利益 即便我们和美国的政治立场不同 但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面对触犯法律的行为 我们自己也有切肤之痛 要坚决抵制 香港警队比美国警察更专业 更理性克制 美国称香港警方 侵犯了港人人权不公自破 可以看到从修理分波开始至今 香港警队在制止街头暴力活动中 始终表现专业理性克制 采取了最低限度的武力 注重与示威者沟通 以控制事态为主 避免冲突升级 反之给社会带来更大破坏 如在5月27日的抓捕行动中 香港警方保持一贯的理性克制 通过打横幅喊话等多种方式 劝告非法聚集者离场 而美国警察在执法中 则经常的滥用暴力 就发生了随意的拘捕记者 开警车冲转人群等 执法系统过度和滥用暴力的严重问题 6月1日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重审 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呼吁 以和平方式倾听不公 并希望警察及安全部队克制 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下 美国政府仍然称 香港警方侵犯感人人权 欲发显得苍白无力 当然 港警如果在处置当中 更果断更强硬一些 我想亚洲最优秀的警队 在世界上的排名还能够更靠前 3 在大风大烂的面前 中国领导层 中国政治体制更经得起考验 从控制新冠疫情 取得阶段性胜利 向世界各国传授成功抗议经验 到全面复工复产 中国始终走在全球的前列 在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上 哪怕受到再大的阻力 中国能坚定地表明立场 不退分号 事实证明 在面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和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上 中国领导层表现出了 超凡的魄力 决心和智慧 在抗议中将集中力量办大事 全国一盘旗等政治体制优势 发挥的淋漓尽致 依赖不少国家 甚至西方国家的金 反观当今世界第一强国 在收到国际疫情通报 本国情报机预警的情况下 总统却带来了无视疫情 最新于拉选票和打嘴炮 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宝贵时间 导致本国新冠感染病例超180万 失业人数超市千万 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当疫情控制不住时 美国总统和各级政府 用忙着甩锅撇清自身折冷 同时不忘干涉他国内政 而当本国发生大规模的 抗议示威活动时 却不忘党派之争相互攻击 当真是抗议基本靠嘴 政绩基本靠吹 折冷基本靠甩 治国基本靠推腾 而反观中国 在领导层单单政府多部门配合 整体疫情防控突发事件 处理的多维度看 领导层和政治体制 显然更进得住考验 事实胜于顺便 由于我想说中国人要置信 通过新冠疫情 我们看透了西方国家搬弄是非 持名双标的丑恶嘴脸 更看到了此刻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凝聚力 和韧性 看到了我国政府的处事能力 和折冷淡淡 无论何时何地 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困难 中国人一定要相信自己 相信我们的政府能行 奋劝那些感毒 太多分子 照虑论清醒事 放弃无尾的挣扎 否则只有实路一条 以前某些人总是心存幻想 认为优美因在背后撑腰 中国政府不敢动真格的 可事实怎样 关于主权问题 中国分毫不烂 港区国安法即将出台 代表中央在各方面已做好了极限准备 说到底 香港台湾都属于中国的家事 英美在一边叫得再凶也没有用 主动挑起战争 他们也要掂量中国的决心和能力 中国不怕美国的威胁 谁才是真正的知老虎 谁又是别人手中的旗帜 相信明年人都已经看得清楚 若有人再执迷不悟 只有实路一条 美因等西方国家 别动不动就拿中国人权说事 这些年来 一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总是以优等置居 在人权问题上不断地攻击抹黑中国 如今 自由民主之声响彻 美利坚打敌 特朗普却始终不成倾听民意 甚至迅速地关闭和平的沟通的渠道 将美国为民主争霸权的嘴脸赤裸裸地 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这不仅激怒了美国的民众 更受到了国际的谴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